遊物室送信暗門鄰叮咚之後 下一秒大迴轉飛奔而去 收監人傻眼 就算用衝百米速度到門口 也來不及領 這四樓有時候跑下來 他已經走了 高雄岡山有民眾抱怨 遊物室到了家門前 從暗門鄰到離開 前後只有四秒鐘 手刀衝到門口 已經來不及領信 怒轟遊物室太離譜 調出不少網友經驗分享 我都會先大叫一聲 來了 在家也是直接給招領單 上次從二樓衝下來 但郵差已經齊遠了 遊物室悄悄的來 又悄悄的走 就是這樣的話感覺很差 不過等到還沒下去 然後就立馬就走這樣子 沒有人要反送到直接 這麼來就去了 根據遊物室投遞SOP 到了收件地址後 第一次按鈴等10秒 第二次按鈴要等30秒 前後至少等40秒 如果遇到是長輩收件 要等一分鐘 但遊物室也透露 要送的掛號和包裹 實在太多 根本和時間賽跑 我們的規定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那當然這適當的時間 對於每個人的認知可能 就不太一樣了 大熱天 遊物室送信辛苦 但如果只按了電鈴就閃人 不給收件人時間反應收件 只給招領單曹曹了事 似乎真的很擾民 九皇室營金獻中高雄報道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